蜜柳業是經濟色度多元化的非常之重要一員 是旅遊業和匯展業重要配套的產業 近期中央提出支持澳門建設 鋪魚國家中小企業 商貿服務中心 食品集散中心 和中蒲經貿合作會議中心 三個中心的發展 亦都需要有更強大的蜜柳業去支撐 前幾年本澳的物流業 因為中轉平台政策的削弱 產業急激地萎縮 行業發展陷入困境 有不少物流公司倒閉 業務大幅下降 不少業內人士都反映 他們主要受到兩個問題困擾 第一人資極度缺乏 兩萬元一個月都請不到一個跨境物流貨車的司機 有些公司更加出現到一個司機負責 幾輛跨境貨車的情況 業內人士稱這些叫做騎士 公司很擔心萬一有騎士病了 那麼貨車就要停擺 而這些騎士經常這樣趕來趕去 對交通安全和自身的健康 都是很不利的 第二是缺乏綜合的物流倉儲中心 早期在機場的時候 曾經規劃有倉儲地 但是由於各種的原因 最終都是各自 導致目前本路的物流公司 絕大多數都在租用工業大廈 不單止地點的分散 租金的昂貴 而且有些大型的貨櫃車 出入都不方便 為此業界也都希望政府 展開詳細的調查清楚掌握 並且及時向社會公布 物流業人資的實際情況 制定更加合理的人資措施 確保行業可以正常發展 第二是針對中泡國家三個中心 需要大型的倉儲基地支撐的情況 在機場或是輕軌轉乘中心 開闢空間 建設大型的衝突中心 來彌補多年來業界的缺陷 多謝